报导报导 报导报导 我来报告 大家好 我是报导人侯汉亭 台湾的石斑鱼 因为被验出使用禁药 使用可能致癌 因此被大陆禁止输入 后来在台湾 也真的发现 有石斑养殖渔场挂牌的问题 详情请看以前的报导报导 民进党除了大力骂大陆以外 能使用的招数 大概只有呼吁全台吃起来 就在今年十月 民进党正式推出了 在高雄和新竹县 中小学生班班吃石斑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真是有福气有口福了 毕竟在民进党口中 被大陆拒绝的 就是民主食物 民主凤梨 民主香蕉 还有民主石斑 但关键的问题是 石斑鱼的禁药问题解决了吗 挂牌养殖的问题解决了吗 好像没看到农委会改善啊 不过或许啊 这个农药就是民主的味道 所以高雄人先吃吧 这也算求人得人啦 这毕竟呢 被大陆退货以后啊 理论上农委会要做的 有两件事情 第一 改善养殖乱象 避免药物问题 第二 重新打开销路 结果农委会 好像只做了半套的打开销路 就是公家单位花钱买 然后给军人吃 给学生吃 军人学生 是要成为去化鸡 还是厨鱼桶 目前呢 要让小朋友 每个月吃一次 算一算 一年要多花 十三点五亿新台币 被骂翻啦 十三亿啊 与其让小朋友吃十斑 可不可以先解决偏乡小孩 吃不起营养午餐的问题 而且 凭啥 只有吃十斑 要变成常态性 为啥不能 斑斑无锅鱼呢 也是台湾海产 或者为啥 不能斑斑有和牛 斑斑有龙虾呢 那所有食品业 自己如果销售不好 都期待大陆赶快禁止啦 那至少能卖给军人和学生 农委会又说话了 改口 我们不是说固定吃十斑 是固定吃水产啦 我必须说 这个法夹湾强大 毕竟被禁止的 不是只有十斑 还有像竹甲鱼啊 而且未来会不会有 其他产品被禁止 不知道 所以他预言了 未来还会有其他水产 也被大陆禁止 现在呢 超前不数 不是固定吃十斑 是固定吃水产 但这样讲 还不够精准 其实应该还要改名 因为还有香蕉 凤梨啊 所以未来 孩童的营养午餐 应该要证明了 叫做固定吃 大陆不要的 富有台湾价值 及民主意涵的 农鱼产品 哇 军人 学生看到 一定会台湾价值 以及民主意涵 全身灌顶 感受到民进党的恩赐啊 那到底未来台湾的养殖 或者是农鱼产品 要如何改善呢 第一 当然是要改善两岸关系 第二 最关键的 就是要把台湾所有的产品 做好加强管理 避免禁药 或者是咽出虫啦 等等卫生问题 那民进党不改善 反正呢 卖了民主两个字 就能吃 嗯 或许民进党 也是想要证明 民主就能当饭吃吧 报道报道 我们下次见